吃素念佛之人为什么也会遭受苦难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今有意义问,请求老法师慈悲开示。 弟子吃素念佛,已经多年。 因为信佛之人,为十方三世诸佛之所护念,天龙八步,大力神王常随拥护。 往事恶业意见消灭,纵有怨对,不能为害。 此乃佛经所说,绝非虚语。 据于三月间,接到上海舍亲处来一副文,信一级信佛之张太太,吃素已二十余年,尝到居士林听经。 蒙人必劝念佛吃素。 心急慈悲行善。 不料一日,宋素菜余某师兄,在马路上行走,为汽车压死。 后为寻补房收去,至三日后,其家子孙晓德,使去领归安恋。 于文西之下,心中非常惊慌,至今疑惑不解。 且佛会终人闻之,义君不安。 故特尚书,恳求老法师开导,只是所以然之故。 何以临终如是之苦,究竟可能往生西方否? 说个明白,可使大家安心念佛。 不胜感德之志。 周宋瑶居士元寒,答应光大师答,接手书,支阁下于佛法道理,尚未真名。 无人从无始以来,所作恶业无量无边。 华言精云,假使恶业有体相折,十方虚空不能容受。 虚知人之羞耻,果真成无伪,便能转业,转重报后报,未现报轻报。 凡夫肉眼,只能见当时之急凶事实,不能知过去与未来之因果何如。 遭残死,或者由此苦报,便可消灭所造三途恶道之报,而得生善道,或在生有真信愿,亦可往生西方。 但无人既无他心道言,不敢一断,未决定往生与决定不往生也。 其可决定者,为善必有善报,作恶必有恶报。 为善而得恶报,乃素是之恶业果报,非现在之善业果报也。 如等诸人,见此老人得此果报。 心中便有为善无福,善不足为之邪见,故致惊慌疑惑。 其知见与未闻佛法之人,有何各异? 躺深信佛言,绝不以此事作此惊慌疑惑之态。 以因果之事,重叠无尽,此因未报,彼果先熟。 如重道然,早重者早收,如欠债然,力强者先迁。 谷有一生作善,临终饿死,以消灭素叶,四生殿的富贵尊荣者。 如宋阿玉王寺一僧,玉修舍利殿。 念以亲王有势力,网目,所捐无己,奋疾,以府于舍利殿前断其手,血流而死。 即时,其王生易子,哭不止。 乃母抱之游行,至挂设立塔图处则不哭,离开又哭。 遂将其图去下,乃母长相彼持之,则永不哭。 王闻而易之,遂使人妄欲王问其僧,则急于其子生日,断首流血而死。 比王遂独修设立殿。 即年二十,宁宗崩,无子,遂令彼过计。 为皇帝四十一年,即宋礼宗也。 此僧之死亦属惨死,始无常哭不止,见舍利徒则不哭。 人谁知此子乃此僧断首惨死者之后身忽。 此事在阿玉王山志,光于光绪二十一年,拜舍利数十日,看之。 明理之人,任理境欲如何,绝不宜因果有差,佛语或妄。 不明理,守死规矩,而不知因果复杂,遂致妄生一意,总因心无正见故也。 如所说念佛之人,有三宝加倍,龙天护佑,此系一定之理,断不致或有虚妄。 然于转重报后报,未宪报清报之理,未能乐之,故不免有此种不合理之一意也。 西西域借贤论师,得高一事,道阵四竹,四天竹果。 由素叶故,身婴恶病,奇苦极苦,不能忍受,欲行自尽。 世间文书,普贤,观世因三菩萨将,会曰,辱往昔劫中,多作国王。 脑害众生,当酒堕恶道。 有辱弘扬佛法,故以此人间小苦,消灭长劫地狱之苦,辱仪忍受。 大唐国有僧,明玄葬,当过三年,来此授罚。 戒贤论师闻之,岁人苦忏悔,久知岁欲。 至三年后,玄葬之笔,戒功令弟子说其病苦之状。 其说苦之人,哽咽流泪,可知其苦太甚。 使不明俗世之音,人将为戒贤非贼道高僧。 或将为如此大修行人,尚得如此惨病,佛法有何灵感力一呼? 如等心中所知者小,故烧见异香,便生惊疑,无上跟人遂退道心。 躺造恶之人献得福报,义父如是起邪见心。 不知皆是前因后果,急转后报重报为现报轻报,急转现报轻报为后报重报等,种种复杂不其之故也。